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槟城的阿辉 今天又要来讲另外一个槟城的榴莲 这是槟城的168 它不是那个D168 如果是讲D168 就是我们来自柔佛的那个Zohor Mask 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叫做IOI 柔佛黄金 那个榴莲 可是这个是槟城的168不同 所以这个刺呢你看看 就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也是比较长圆形 然后它的刺也是幼的 然后是凹进去突出来的那种 ok 然后这类榴莲也是我第一次试 然后那个D168呢 它的下面呢你看 它的下面是凹进去的 比较特别的 它下面是凹进去 你看五个这样凹进去的 然后就是这样的 好我打开了你看看 那个168 它的榴莲呢 是这种浅黄色的 它不是那种深黄色的 就浅浅的黄色 好我就来试一试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好我吃了几粒 然后这个榴莲呢 是很苦的 然后它是比较偏苦的榴莲 如果你喜欢苦的榴莲 我相信你会喜欢这个 然后呢 我相信它的老树呢 会很 会是很黏很苦 又很浓的味道 因为我吃这个 这粒呢 它的味道已经是很浓厚了 然后又很苦了 如果我相信更老的树呢 它的味道更好 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吃榴莲 这就是我对它的印象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谢谢大家的 你就是我的 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